今天是个下雨天 现在要去验个车 我的车 我以为是4月份到期 结果一看是3月份就到期了 今天已经3月22号了 剩一个星期了 再不去验的话就快要过期了 我发现美国的这个道路设计啊 有一个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高速一般都是响诱 都是你不管怎么走都是从右边出的 所有的出口肯定都是从右边出 然后再绕出去的 但是呢这边的出口 有时候会是从左边出的 那你走着走着 它有时候就会提醒你 说让你从走左侧车道 从几号几号出口出去 我刚来的时候 刚开车的时候 特别的不习惯 这几天有一个加拿大的朋友过来 他说加拿大也跟中国一样 出口基本上都是在右边 他说他也是开着开着 就觉得不习惯 左边会有出口 这个入口是有摄像头的 它一般入口有摄像头 它都会写着 其实美国这边的红绿灯 它并不是所有的入口都有摄像头 不像中国天网工程 四处都是摄像头 你走在路上 你每一个小动作都是在监控之中 这边我觉得可能也是跟 这个隐私权有关系吧 能进来吗 先停这儿 我要验车 差不多都要半个小时45分钟 半个小时 对啊 但是我现在是这样的 我这个车啊 就又断过电 哦 看看能不能写 你开钱一点点 开钱一点点啊 可以测一下吗 对 你坐在那边 就我上次那小车 不是也是在你那摄的吗 我老婆看过来对啊 这个他现在数据能显示吗 我看一看 如果要行就行不行的话 就要真的去跑 对啊 你上次说我自己跑 我自己都跑了高速 都跑了多少趟了 也不行 没问题啊 可以啊 这个没问题是吧 对 ok 那我 等我一下啊 嗯 电话 电话 钥匙啊 电话跟钥匙 差不多都要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啊 ok 电话 电话是什么 你的电话 电话是吧 好 好了差不多 我停到这可以吗 对对 现在十点 差不多十一点左右我也来了 十一点多是吧 你弄好会给我打电话吗 对对 好好 好了车已经放在这了 需要半个多小时 正好我现在去去印刷个东西 下星期那个演出 去印一个宣传单 跟节目单 离机场非常近 还没听到这个飞机 明显是下降的这个这个速度 哇 声音比较大 今天天气还挺冷的 这纽约这个下雨天 这特别阴冷 真的挺冷 今天看天气预报有五六度啊 但是现在打到伞 我的手都被冻箱了 主要是有风今天 没有一个飞机下降 所以住在这儿晚上也挺闹 飞机一会儿下降一会儿下降的 哇风啊挺大呀 我的伞都伞都有点打不住 我 那是从哪儿上啊 那是从哪儿上啊 从这儿上 不知道开门了没有 真的没开门了啊 打开门 放一下 哎你好 那个你真没开门吗 我是要印东西啊 几点 要到十点半啊 还没上班 他们的工作人员得十点半才到 这边的上班一般都是十点十点半 来找吧 来找吧 那我换一下吧 赶紧找一下 喂你好 请问你这个店几点开门呢 啊 十一点才开门啊 哦 我在你门口呢 我刚才门关着呢 又有一架飞机 这边好像 每隔五分钟 就有一架飞机降落 啊 又有两架飞机过来了 哎已经开门了 上去看一下 啊 宣传单已经印完了 还挺顺利 好正好我就直接 上去等着啊 啊 然后他这边火也不多 啊 就半个小时就给印了 刚才雨停了一会儿 现在又开始下了 我今天特意穿了这件衣服 就是下雨不怕零 每次要是出去 偶尔出去一下 啊 我最近过来 车验完了是吗 啊 验完了吗 左边前面轮胎 看都贴闲了 轮面的结构都不行 后边刹车皮没有 后边刹车皮差不多没有 刹车皮啊 对啊 啊就是磨得太粉了是吧 对你看 整边呢 这个轮胎也没有好多多少了 所以要换前面两个轮胎 还有后边的刹车皮就好了 那这个轮胎多少钱啊 这个胎子有两个都是黄暴胎 有一个是220 另外跟你现在一样一样的就是260 后面的刹车片是怎么换的 把它拆出来换掉了 整个换掉 换刹车皮就好了 刹车皮那个多少钱 100块 100块 嗯 然后两个轮胎 两个轮胎 看你用哪一种220的还是用260的 我因为220的就很好的 220 240 440还要60块员工 480 啊不是 400 520 440 640 440 500 500 然后那个 叫100 600 700 600 那么再加年价37 637 那你那个就便宜些呗 我接到在你的这个 这个年价我送给你 又一个飞机过去 本来还以为挺顺利 这个车也验完了 试也办完了 但是这个车现在有点问题 刹车不行 刹车片 刹车皮有点问题 要换一下 然后呢那个前面两个轮胎 磨得有点 就是有点狠了 所以两个轮胎得换 那这个换下来 又得 600块钱 啊跟他砍了半天 说老客户了嘛 比较熟了 那砍了半天 砍下 他说把这个验车 验车是37块钱 他就送给我了 然后 两个轮胎 一个是220 440 加上 60的人工 就是500 然后换个刹车皮是100 600 600块钱 然后他说是给我500 我说550 那他说580 我说560 他最后说570 那就570 然后我现在 这边的话就是付现金嘛 那便宜一点 要去许个现金去 这一天哪 这雨又开始下了 这一天就耗在这了 他这订个轮胎 就得一两个小时 我就弄完 怎么这两个小时 怎么先去取个钱 终于可以 然后吃个饭 又来了 法拉圣离法拉圣禁就这点好 随着可以了点吃 那天 有网友给我推荐说 这有一个 说老鸭粉丝汤很好吃 我来尝尝 是 好 。 烤鸭粉和否刀 可以负药 可以负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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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了 老鸭粉水汤 这一碗是7.5元 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 我吃这个破桥米线 有这个朋友在上面留言 说把它给馋的 今天再吃吃这个老鸭粉 再馋馋大家 飘着 吃完了 正好就从这儿带一点菜回去 虾是活的吧 就来一包吧 来一包 来一包 这块小了点 炒牛肉 行行 大一点 先买这些吧 买完了菜 不能买太多 拎着很沉 买了一瓶酱油一瓶醋 酱油醋快没了 必须的 今天够吃了就行了 先把这个菜送到车上去 看看车弄得怎么样了 吃饭呢 车开走了 还在等零点呢 零件还没来是吧 我想把这个菜放在这个车里 对面 在对面啊 你吃什么呢 你把后备箱给我开开吧 好 好 估计够呛 明镜还没来 修完两点钟是吧 好吧 那我两点钟过来啊 还得等两个小时 这一天呢 干点啥呢 这两个小时 好的 现在雨已经停了 这个雨一停嘛 就没那么冷了 刚才上午实在是很冷很冷 我感觉现在明显的温度就 比上午要暖很多了 现在手这么拿着 不觉得冷 上午这个手拿着 动的都动不了了都 冻僵了都 知道了应该去哪 去一个好地方 对面就是图书馆的 对面就是图书馆的 这是图书馆的中文区 这边有不少中文书啊 这是艺术区 好多艺术类的书 哎呀 这是我的书啊 这本书 看样子这本书的收藏率还是挺高的 这本书我在网上查到 陪这个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也有收藏 这次在法拉圣图书馆就见到了 这边是 英文的 音乐类的 音乐类图书 Bloose Jazz 下面是爵士 这是一个Bub 爵士乐的一种 下面是人物传记 Bub Dylan Avis Presley 就是猫王 B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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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爱的一个乐队 怎么样 好不动啊 在装吗 在装着呢 车轮胎已经装完了 但是呢 车还没验呢 还得验车 验车应该比较快 几分钟 他说 可能几分钟 十几分钟就好了 看一看啊 验车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你要扫一下这个条形码是吧 这条形码在你那是有记录的是吧 在所有验车的这个系统里面都有记录啊 之前有的这个信息 它就会存储在这里面是吧 这个是跟交通局联网的 它这里面会显示一些数据 这个就说明已经可以了是吧 对啊 不行不行啊 好的 把这个彩下来是吧 对 然后就把新的 这个瓢子一贴就好了 OK 顺利完成 走吧 可以截上去 来吧 付钱吧 五百七 五百六得了呗 你看我还拍下哪 五百七啊 五百七啊 五百七的 五百六 你看老板那么好 我就给你做 老板不好 老板有五百七 五百六啊 行吗 五百六可以了 给你 跟你讲五百七 老客户老客户 你看这老板那么大 全来了 真的五百七最便宜 六百七啊 对啊 真的不能便宜啊 哈哈 你讲这句话好像有点不对劲 原本是六百多的 是是是 已经便宜不少了 已经便宜不少了 老板老板人特别好 讲你三十 谢谢 哎呀整整一天 终于弄完了 现在快三点了 从上午十点钟过来的 你觉得到现在 空到小车了 就算是天来 必须得停 这小车是不可 触碰的 不可触犯的神圣 在美国小车是最大 他只要把这个stop side一伸出来 你必须得停下来 就跟看到红灯一样 好看我们群里面好多朋友在发 他们有 因为这个stop side停在那儿 没有停车吃了罚单的 好看 唇一